一句简单的话让听者有点心酸 但同时会更珍惜自己拥有健康的眼睛 14岁的马哈迪先天脸部畸形 右眼失明 左眼弱势 自十年前的矫正手术 这天在众人的协助及妈妈和姐姐的陪伴下 他又再次飞往澳洲接受第二次的手术 那份期待及希望是言语无法表达的 因为他有带一些液体的东西 怕他说如果说没有包装好的话呢 他在那个仓库里边呢会开掉了 然后影响到整个行李箱 马哈迪出发前 慈基之公特别前往机场践行 还贴心地帮他整理行李箱 向慈母班为马哈迪一家准备妥当 希望他们祈祈平安 由于马哈迪搭的班机需要在晚餐时间到吉隆坡机场转机 以免他们挨饿 慈基之公还特别准备了一些干粮 好让他们温饱肚子 安心踏上旅程 临行前的音音叮咛 慈基之公的一举一动 就像慈母为孩子送行般的温馨 送上亲切的拥抱 挥一挥手 期盼马哈迪手术成功 带着健康的笑脸回国 大爱新闻离家印黄金币马来西亚冰城采访报道